多次在国际场合力挺台湾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森率团放胎 28号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用中文向台湾问好 台湾今天自由民主开放 我们知道这个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 不是地上长出来 而是民主的伙伴互相支持台湾人民智慧勇敢 国家民主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基金会 主要资金来自美国国会赞助 致力于发展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 会长威尔森首次出放亚洲就把台湾离为首站 同时也宣布今年10月24号将在台北举办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 威尔森抵台后在推特表示 威尔森抵台后在推特表示 接承诺的一环台湾正成为民主人士互相学习 以捍卫民主生活方式的中心 威尔森访团预计待到30号 并在周二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总统府则透过凡人表示诚挚欢迎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毅豪正永如台湾台北报导 会长威尔森已经历临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满与推特表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